高峰,高峰的有临时任务,让其他的书呢叫我,接我的是郭河明,我接着说我这个六笔剧传奇,那么很多朋友啊,上次来了,知道这个书的缘由这等回事,我看好多这个声乐同学,新来的朋友,我呢,简单把上回呢,说的这个简单是这样, 介绍一下,这个说书啊,一般都说这个,大伙儿听的什么游戏啊,我也,杨家将啊,什么红楼啊,这些书,我说的这个呢,是新书老书,怎么说是新书老书呢,说的是咱们这个北京的老字号,提起六笔剧,大伙都不生说,六笔剧呢,卖闲菜,当然了,现在是卖闲菜, 在以前呢,他起家是卖酒,上回呢,在书中也给大伙介绍,开的买卖的是山西的三个兄弟,赵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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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伐兄弟,开了十多年了,在六笔剧这个,这个,这个,前门,前门外有个粮食店接, 粮食店接着把膝头,坐膝朝宗有什么一间房子,这个,不大,门脸不大,精神也就不足一点,现在还有这个一句原池,他还交流一句,但是现在呢,该卖了咸菜的,卖酱油,卖酱豆,卖臭豆腐,全有了,当然这是后来发展的, 给大伙说这传奇那是怎么,从卖酒,到这卖酱油,卖咸菜,是这么的意思,啊,柳基开商以后,招来了很多客人,这大事道里头,提起六笔剧,没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酒做的好,这酒啊,香到什么程度,上回咱也说了, 乌利柳大钢,大钢心这一道饭,满屋子一起的酒星,这半条糊涂都行,为什么,因为这买卖啊,掌柜的赵孙人本身是山西,小的时候呢,在姓川寺学过酿酒,把那套好的手艺,就带到了北京来了,这个最关键的一条,他用的这水,与动不透, 他不是这样,用咱们普普通通的水,那年间呢,喝水,老百姓都等着这个玉玄山挖下去的水,皇上喝上去,给大伙来喝,要不然呢,在北京那儿,地面打个井,可是那井水呢,有甜的有苦的,这井的这个打个深的程度不一样,跟水的层次不一样,它水的味道不一样,现在咱知道,这水里含着多种矿质,和矿质对面, 它用哪儿的水呢,前门外有个九岩井胡同,就用那儿的水,怎么叫九岩井胡同,这个院子里头啊,有一个大井,这井呢,起名叫九岩井,这是早是年间留下来的,后来呢,被一个姓霍的,给围在这个院里头啊, 这家门外卖水啊,就用了,就这幸福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水啊,特别不特别,它这个院子中间,老后来这院子也大了,也长了呀,啊,这是过去老年间的那种大四合院,院里搭着勾搭着凉棚,种着各种的那个葫芦啊,挖过了一套啊,特别好看,中间就是一大口井, 这井水啊,只有三更十分,半夜打出来的井是甘甜可口,于是呢,赵存仁呢,跟这老货的,这哥俩商量好了,每到三点钟,我这水车到您这儿拉您这水,我来坐这井,这是起来坐这井才有点香味儿, 上回说到呢,这个六闭居里头有一老爷,每天来这儿喝酒,赵存仁看出这位老爷不烦,每次都跑前第二口的刺痛,这老爷那天吃的高兴,酒足饭了,赵存仁呢,一看老爷高兴,这免耽了,这算我大,老爷也高兴,于是给提了三个字,六闭居。 听这字啊,赵存仁觉得,哎呀,这字不烦呐,赶紧回家请这二爺,二爺有点学问,回来看这字,一看这字可理不大,这字想要,就比这桌蛋里略微那么大点,啊,这个一宣承,写着六闭居三个字,这字,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他融合了各种写法,啊,有流体之用,畏微之姑婆,薄采重成,但有自身一体,尤其呢,大伙儿注意啊,现在这个六闭居这匾,不是那老匾,老匾也就存在着咱们的博物院, 他那个老匾六闭居的鞠子,最后一痕,略显着长。 让二爺说呢,这显示出,死人不甘寄人篱下的胸怀,提此字的人,绝非党贤之辈。 于是呢,叫满居,查呀,这到底是谁写的呀,后来查过,是当朝的宰相,叫严宋,回来,给这大爷报信,哎呦,可了的,咱得这宝贝啊,这是谁写的,这是当朝的宰相,严宋,严戴人写的。 你让,我借着宰相不信严啊,他姓孙,您听我说,这孙子安相啊,已经年事已高,料理不少证物,他不行了,干不了了。 于是呢,这个严孙,一直在宫里头,跑前叮后的,伺候他,而且各个这个,这个皇上眼前的什么事,他都积极地去干。 一年没回家,也没洗澡,也没换衣了,您下了一年,这家家得多辛苦,他那会儿,不像现在条件好,往上写的早去吧,没有,没那么方便的条件。 所以,闲于时间,到这六比鱼喝点小酒,这么着,到这儿来,给提了这个字,啊,为什么提这字呢? 那老宰相退位,他身为宰相啊,春风得意,就提了这字。所以,老先留一句这三个字。 话说,这天啊,东伙几个,喝兰桂酒,上回书借道说,和兰桂酒有规矩。 什么规矩呢?就是,买个尖上板之后,东伙几个坐在一块,连吃得喝,得吃这饭。 他这一天就吃这一顿饭,跟现在的买书不一样。啊,那个饭馆,在没开场之前,那厨子啊,服务员都坐那儿,想开吃。 吃完了以后,吃饱了,喝足了,人家服务,过去过天,过去,这屋里的归的力了,等客人来了以后,先伺候客人。 客人都走了,东伙几个坐在一堆,在吃这饭。吃的什么呀?吃的是造成剩下的蜇螺。 这蜇螺呀,上回来介绍,不是咱们普普东东吃饭,倒了一堆的一大堆桌螺。 是什么呀?炒菜,这火鲜,厨子呀,炒菜。炒什么菜,一层都不错,外出一层。 啊,这样呢,最后一会儿,剩这一大盆,大伙一块,倒了一会儿,上了一会儿吃。 喝酒呢,喝的是中卫酒客剩下的本子酒,有的那个喝酒啊,他这一层喝不了,剩半瓶搁那里,郭元带走的搁这儿,他就得了把这个酒喝一块喝。 说今天喝酒啊,没有酒菜,大伙都瞧着这字,转腰子。 哎呀,郭元带,其实啊,这这这这宝贝呀,咱不用吃菜,咱就指着他。 哎呀,跟他这,站一下,咱就喝,别别别用气,懂事了。 董六往前倾着,小伙计,看这字,他不知道怎么夸好,其实他不认字。 哎呀,掌柜,你看这字写的真不错,我跟你说这字写的,多好啊。 哎,没有什么,认识。 哎,这六个我认识,他叫董六,看,一个六个。这六个我认识,行,好好的想。 啊,以后呢,跟着我,这买卖呀,你多学点东西,以后我岁数大了,这买卖就归了你了。 哎呦,董六高兴,嘿嘿嘿,好。 好,这是我造头张瞎的操作,这张瞎子,也是跟赵春仁一块来的北京。 三十大几的,没有娶妻,为什么呢? 这个人呢,比较散淡,为什么?他不愿意过这个拘谨的生活,就自个儿,留着下来。 啊,没事儿上这儿去,上这儿去,等着在六笔居啊,有这个买卖之后,他以六笔居为价格。 他有个一样,他还一试,老上来拔的糊涂,啊,挣走钱,全扔的糊涂。 这张瞎子往前起,董六就说,你瞎我眼瞧什么呀,你瞧你也不认识,有钱都扔的,拔的糊涂了,就这句话。 他娶那么干,不许让人说啊,这张瞎子脸哼就红了。 说人的,你说我人的,啊,我,我愿意,我愿意,有钱你娶个鞋肉不好。 嗯,说了,就丧了。 掌柜里面,全家,你们俩别别别人,咱们看这字,看这字啊,谁也不许拉家,谁也不许拉,咱们看这字。 这玩意就这么搁的,掌柜啊, 这个,是不是做块饼啊?掌柜,是啊,这要做块饼挂出去,咱们这酒店可就养了名嘛。 董六啊,虽然不太懂事儿,小孩儿,可是他有心急。掌柜,这田要是做,我觉得挺好。 可是他没有落款儿啊,你,你看他怎么落款儿。掌柜都,哎呀,六啊,你是长大了,对,这田有落款儿啊。 看起来,让二爷上街去找。 找,跟严嵩亲近的人,落几个字儿,这个别才能出钱。找啊找啊,找来找去。 哎,找到了严嵩的儿子,严实范。 这严实范呢,在之前,咱们还得说严嵩。严嵩在这当宰相之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儿。 说起来,严嵩家境是很贫寒。我就大力的读书,一点点考取。 考到了这个公平以后,后来呢,后人评论严嵩是大坚持的位置,是他当官以后。 在当官之前呢,也是按部就班一点一点学上来的。 当了官,有了权势了,尤其是当了宰相之后,是浪杀无辜。 横行霸道,家企业行,你什么都干。贪污府办事,这什么什么都能有。 所以后人认为他是大奸臣,他毁了那个朝廷。 当然这是以前的皇上,啊。 他有了这儿子,这儿子严实范是一个小婚女,没有多的能耐,没有多的本质。 在家就吃着老子,觉得老子是个官儿。 我,我这有钱,我就发他的,有什么东西我找他要,反正他也有。 啊,这个,他当了宰相之后,觉得,哎,爸,您得给我弄一个什么活干来的。 说你这也没学过,你当上官儿。这么着吧,前面大事倒是一代的买卖,有你负责。 这可是个肥靴啊呀。 说现实兴法,这有个工商,就管你这事儿。 到你买不着,你够多少,就是钱,不该不该砸了你。 跟那黑道一样。 啊,要现在说他是官后代,谁敢惹啊? 是官后代,横行相离这张人,把他给找他。 长官一听,谁,这就是燕西他儿子。 对。 哎呦,这,这咱们跟他说。 哎呦,您就直接跟他说,他有多少钱,咱给多少钱。 他死要落了环,把这饼贴出去。 这咱们这目的就算打倒了。 啊,掌柜是百个人,什么人都见了。 心里面,哎呦,这这跟下酒流的人不愿跟他打交了。 但是外来这事儿,怎么办呢? 也得让他买,给他借过来。 坐在那个牙座里,给他倒了这六七个好酒,炒了几个小菜。 一边喝了一边聊了,哎呀,怎么着,掌柜呀。 就知道我有功夫请我呀。 哎呀,我说,您的公司,今儿我们呀,是为了点小事啊,敬动您了。 嗯,你别说。 你这那维着酒在这块儿里,可是有了名,啊。 回头给我弄个视频罐瓶的,啊,我给朋友们送过。 没问题,没问题。 你说什么事儿了呀? 啊,这不是,那个,咱那老宰相,您的父亲,给我们写了几个字儿。 我们想啊,借您父亲的威严,拿快品,给挂着。 这可是好事儿。 哈哈哈哈,行啊,这这没问题。 我同意,我同意,再给我搬五箱酒去。 啊哈哈,一箱六十瓶的。 哈哈哈哈,来,掌柜说,那也没问题。 没问题。 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讲。 嗯,我想啊,让延大人,给烙个款儿。 延松的儿子,拉这杯酒,刚要喝没? 啊,哈哈哈哈,想让我爸爸给你们烙个款儿。 啊哈哈哈哈,可这大事儿了,和这北京城,就知道你们这个酒店,是我爸爸给提的字儿。 啊,这事儿,好吧。 啊,哎,你说,要多少酒,我给您送钱。 不,咱们这酒钱,要什么酒? 啊,这一大事大事了,我说了,还要酒,我父亲的事儿,我跟他一说,就成了。 这用得了肥的事儿吗?啊,我要酒,嗯,你给我送来文娱五千两。 啊,赵总人都傻了。 就这买卖,包括加拿大都卖了,也卖不了五千两啊。 啊,大公子,这什么,这,这儿,那个,您哪,今儿啊,吃吃喝喝,回头我给您弄车,辣酒,送家去。 这事儿呢,我们回头再跟二爷,跟三爷,再商量商量,要是定了,我们再找您去。 行,行,啊,我先回去等着,啊,我去等下,银子一到,这字儿,就给您提升了。 啊,回去,回去,回去。 延伸完走了,赵总人坐在屋里翻愣,这家伙五千两,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他这小酒馆一天挣不了三五两银子。 这五千两,怎么闹去。 回去把二爷跟三爷都叫了。 二爷三爷这么一双了呀,这不行了。 我,这个,钱要给了他了,咱是请家当场吧。 可是那点挂了,咱们干什么呀? 没得干嘛。 是啊,二爷有学问。 这,反正这事儿,已经扔扔动了。 这点咱们就打,咱们不要这落款了,就咱们挂。 那张挂形,哎呀,大眼睛糊涂。 这都知道是延伸人给提的字儿。 这一挂出去,一传十十伤,拜拜,传十七伤吧,这就传出去了。 是不是啊,还用他老款吧。 嘿,这可是,哎,大鞭子。 那金斯兰的,倒在这儿打那个大鞭六鞭,把它扔那根字儿。 这是那块老鞭。 这老鞭现在存在,有投票,打这个六鞭子。 金鲁山上。 哇,自从六鞭挂了这点以后, 可是,啊,十里八街的这乡亲,传开了。 这这片,是当朝宰相,严松给提的。 有的是来看饼来的,有的是来喝酒来的, 有的是来这是过往的走着看热闹,就跟个庙会似。 哎呀,这挤的是水泄不通,每天到这儿热闹了,反正来就。 这酒啊,一天比天卖得多,一天比天卖得多。 这掌握得很高兴。 嘿,正美着呢,这事儿让严世帆知道。 知道以后,说这天啊,严世帆来到了六鞭。 跟这掌柜的商人,叫掌柜。 您看啊,这么多日子您也没着。 我父亲那字儿,您是不想提应。 可是呢,这字儿是我父亲写的。 您,得给点版权费嘛。 那会儿叫我版权费呀。 就是那意思,想敲诈。 掌柜的心里名辈。 到底,也能够。 我这儿,每月我给您送上一百两文银。 您看,这儿怎么样? 哎呀,你这买卖这么活呀。 这么多人,每月你就给我一百两这事儿说得过去吗? 您说个字儿。 怎么也得给我一百零一两啊,就拿走开我给您。 糊涂糊涂的,就每月得给一百多两银子。 这样把这事儿就平起去了。 这买的是越干越火,越干越火。 后来呢,老百姓到这喝酒都喝不上了。 怎么着,也跟现在似的定做。 得提前按着预定,他一共六个大纲。 这大纲都已经出去了,这屋里站不下了,就得预定。 后边百姓要想喝酒,您就得等着。 掌柜又出一桌。 咱再拜承,拜一个长条的门板。 在这门板上,摆了好多那种大瓷碗嘛。 一个大纲一碗,货往的里边儿啊,走道百姓啊,谁要是想喝,上这儿喝来。 哎,好,长辈您这堆好。 第二天,打上了门板。 这街里头啊,老百姓全上这儿喝酒来。 就拉车,康德哥,走道了,货上市,全都上这儿来。 他定不上座,在外头。 这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酒可就供不上了。 酒供不上了。 做酒的把势,杨福田。 说,这怎么办呢? 这一天到晚,这么多酒。 这,这,这。 有一天,动了个邪念。 有一大缸酒,刚卖了一块。 他往里兑了两桶水。 就跟现在一样,卖酒往里兑东西。 啊,当然那会儿是兑水。 现在我听说,有的好酒什么都兑。 兑工业原料,兑滴滴味,这不是。 啊,这人都瞎了心了。 啊,那会儿啊,老话讲,卖酒不兑水死了对不起鬼。 可是六个鸡是这么多后的买飞。 人家卖的是鸣粉,人家可不兑水。 这水兑上以后,喝酒的人多,酒客人多。 大天也没有人提出任何意见。 门人说这事,都就,哎,算,不错,这酒不错呀,再上一杯,再上一壶。 屋里热闹到我。 晚上光板了,总没有憋不住。 张费,我跟您说一事。 这瓦石,张瓦石,把这酒里给兑了凉葱水。 什么?你说什么孩子? 他把酒里兑了凉葱水,他说不够麦。 把八十五叫。 老杨在那儿正美呢。 啊,接着不做,接着我,四,四,四缸酒,我卖出四缸罐的钱来,正美呢? 懂得要去。 晚上,你长哥在叫你了,什么事? 老杨,说您今儿卖酒的事儿,嘿,肯定要赏我。 八十五道,你谁来到这儿? 一进就知道。 张瓦石,没啥头起码。 咔,就一个大吻巴。 跟着瓦石打了,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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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今天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您卖了这么多酒,额外不够,我兑水我都把酒卖出去,你怎么还打我呀? 我打的就是这个无赖。 你糊涂。 咱们是干成的,咱们是买卖的,咱只是这吃饭。 前后头,十几个人,百十张嘴,哪一家都有十几口子,都只能吃的。 你忘记兑水,今儿是没看出来。 明天看出来,一传吃,十传百传出去,谁还来?咱们吃谁去。 我一家都不说,你们这些伙计在家里吃谁,喝谁。 这几句话呀,说的全屋里的人,全都傻了。 掌柜的,说完了以后,也心疼。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伙计跟着我几十年了, 安前马后的不容易,今天我打你是让你记住,咱们是买卖, 做的是踏实实的生意,不能掺甲,掺甲等于砸自己的牌子。 这把势啊,挨着打以后,普通跪了地形。 掌柜,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对这水,我以后再熟了,再有这事儿,我就不是人。 掌柜,你过来,小董料过来,记住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不用我,你就可以打他。 掌柜,我可不敢打,我是非国居一的,给您看这里买卖。 好啊,得了,今天话已经说明白了,以后咱们是踏实实的做买卖,老老实实的做生意,谁也不许掺甲。 到了第二天,买卖继续看,这个酒啊继续卖,卖着卖着到中午,忽然来了一个人。 这人谁?看酒的霍三。看景的霍三。 看景的霍三。霍三那是卖水,供这六个鸡。 这天他来了,到这儿来气势兴兴,掌柜你想霍三的眼神不对,怎么了?兄姐,怎么了? 火,你这买卖和火呀,这火算是个街啊。 是,拖金的服务,这买卖做的还行。 火,何事儿吗?火呀。 这,这块鸡,谁给你把鸡剔的? 好,这是当朝的彩相,严肃,严怠。 你,你,你把他给我砸了,砸了。 我砸他干嘛?我恨死他,我就恨他。 你恨他,与我又好,我当然有关系。 你们六位居卖酒店水,是不是我霍三不供你们? 是。可是我,我恨你,你们挂他的面。那我,我不供你们水了,消消。 咱们就说,哎呀,破三。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这不是博乱吗? 你呀,也别跟我抬杠,是不是想敲出杠? 这样,我每一月给你十两分钱,服是钱的事儿。 我跟你说实话,我,我们家上辈子,在朝廷,也是做棍儿了。 啊,这,这严肃上来,是,是烂杀无辜,把我的先生都给,都给,都给宰了。 要抄我们的满门呢?我是在村里头藏着。 这,这才干,干,干了,没给我宰了。 我,啊,都躲过这风头,我开,开这个井。井,我是为,为了这块的百姓。 哈,但是我恨他,你就不能用他的水。你要是,把这边给砸了。 以后,这水,我不得要钱。 咱们一听,哎呦,他这是叫人尽着。 ���饭。 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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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ú00百姓, 你啊,也别这么生气,也别这么激怒。 啊,您的水呀,我不用。 什么?不用,我这水 能做出你的六杯 recycet 的 endurance。 喝酒?我不用了,行不行? 蝴子 condan 另一个月中的一份的酒 will be alone. 我每天登门给您拜访这水 我是不用的 伙计啊 都看着掌柜的 掌柜的 您 您这是 董六六过来 拉着掌柜的 哎 掌柜的 这水咱也不用这水 这脚出来不是味儿的 你别管 小孩子家家你主什么呀 甭管 霍塞尔心里头憋着 也没辙 转身走了 再说赵存仁 他有主意 他心里头琢磨一个车 用什么 用玉前山的水 于是派人 赶着车 起掉三晶三点多钟 赶到义和园 去拉玉前山的水 推来做这 说这天做好了酒 开了章 酒客都来了 哎呀还跟每一天似的高峰难做 大伙一喝这酒 嗯 不是味儿 哎掌柜 这酒 好 兑水了吧 掌柜一听 筋扭一下 这汗就出来了 八十 八十 出来 呀 多久的八十跑了 哎呀掌柜啊 你是不是又往里兑水了 没有 我真没兑水 都没有要再看着 你看我是怎么这个程序 一来二去就掌柜了一去 他怎么 不对味儿 拿来我尝尝 哎呀 你尝着你 跟他以前的酒是天壤之别 这可麻烦 当时 就跟所有的酒客 抱全工作 各位 各位 老少爷们儿 我呢 今天跪上出了点披露 这酒呢 没有面好 我呢 给大伙儿赔不是 今儿子 酒菜前不用您偷 我再赔上美人无量银子 这么还可以这么做吗 火酒都急了 哎哟掌柜 这就赔多少 赔多少也得赔 谁让咱们怎么办 来的 酒客都走了 关上门 掌柜叫上伙计董略 买了点心啥子 买了好多水果 递了 上酒盐酒胡同 去求货菜 货菜心里有时候 走啊 你掌柜那天还找我 说这天哪 他听说柳比军卖酒砸了 坐在院里 搭着个方桌 一边喝茶 摇着上 在那儿挡着 怎么着 掌柜的肯定一边就抬着 说着说着 门外就有人敲门 门外敲人敲门啊 霍三让他的伙计去开门 闻闻是谁 要是六个军的人 我 我不 不不不不见 哎 您您别不见啊 跟他们开 开玩笑 我不见 你 你看看 怎么办 这伙计把门打 赵俊仁在前 赌六代后 第一轮东西 赵俊仁一公主 哎呀 回家 跟你们霍三老板说 我呢 是六比剧的掌柜 我今儿 上家来拜 哦 您拜啊 我们 三一说今儿都不在 三一说不在 那肯定在 不是 他说是您六比剧的人 他就不见 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他就是 这么说的 好吧 你关着门吧 董廖就说 走吧 掌柜的 人也不 不见了 咱们买这么多东西 咱们多丢人呢 掌柜点董廖 你可不知道 啊 这是把人气 别急 在门口 找个门堂在这坐着 坐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开门 咱们什么时候进去 什么时候要见咱们 咱们在什么时候去 六比剧大掌柜的 带一伙地 在门口 门堂上一边一口 在这坐着 过往的行人想 哟 哼 这怎么了这二位 怎么在人这儿蹲着呢 其实呢 里头 看门的河地 已经在门口里看见二位 赶紧回去跟火三说 哎 三老爷 那个 他们都在门口上 门堂上坐着 火三也是个仙儿 好心人 他这么一闹就是 发泄发泄自己的私 这些里的怨气 一听了 哦 在外坐着 有几个时辰 有 有两个时辰 这 这 这 让他们 进来 于是 把门就打开 掌柜他董柳 拿着东西 进了院 一看这院 哎呀 看见中里的 真漂亮 正房 无间 前出廊子后出场 啊 道德的创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就是老是连接这种大门啊 有钱 有后友 啊 有九十多高贾州桃 精神大神之子 呗 不懂说话呀 漂亮 好 大公家 一眼睛 井边有个塔 塔是木 什么木 红木 这井塔擦了 走过八点 看 不好看 在太空下 是金光下 下 看得敢压着飘 好看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 井塔啊 叫窗 老年夜啊 咱们有个大事 啊 有个首诗 叫床前明月宫 一诗地上双 举一头望明月 低一头死故乡 我还跟人骗子 啊 躺在床上 看明月 啊 黑头来死 死路低头 他卖窝了 后来人家 这个 有学问的给我解释 床前明月宫这床 就说的是这井床 晚上 这井床上有点湿湿漉漉的 这月光在这个床上 啥 啥 床前明月不明 一诗地上双 打水的人拉出来以后 这水这个 撒着 跟地上一层双似的 举头望明月 低一头死故乡 哎呦 这意境呢 太美了 当时那个床 就说的是这个井床 这过三呢 看来呢 他懂 他把这井床跪着 它漂亮亮的擦 红黄瓦亮 在这边这里 有三米银 搁一个茶 那这茶桌子 摆着它沏好了茶 它的水 可不是一般的水 这是半夜三点钟 打上来的井水 这水漆出的茶 都凤败的香 都比一般的茶也都不一样 西方哎呀 那个香 满小院一起 这个清香 哎呀 太好了 赵掌柜的带着董六来的这个院 货三堂镜 瞧见 贾州没瞧见 一边喝茶 看看这看看那 就是不忘了 掌柜的是瞧 掌柜也知道 他是乙气 这个李夏宇人呢 哎 上来 一抱拳 哎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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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老哥他对不住你 就这一句话 火灾眼泪下 就 就跟你说 我 等着你 不是一 一天来 两天了 我 我早知道咱们哥们这交情 你咋 咋 咋 咋得找我来 啊 我刚好告诉你 我 我 不是 我 冲 你啊 我是冲 冲 那 不是 冲药 我们家 就毁在他们家 手上 咋 对 塞 你也别多说 啊 我今天是来求你们 我指着他这块饼 我卖的是我的酒 做的是买卖 我 不是说 他挂他这鞭 我就怎么怎么小动他了 我指着他这挣钱了 兄弟 是不是 我卖的酒多 你卖的水不就多了 这个道理你怎么不明白 那 那他妈这人都都是钱哪 不是 钱不重要 可是没钱不行呢 兄弟 这句话 这霍赛说的没话 得嘞 得嘞 这 这 咋不想 咱们哥儿俩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 这水 我按时跟你送 可是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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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你不能跟街坊人家说 是我给你送的水 那我说谁送你 你 你就说半夜三更 你们上我这偷偷偷的 哎呦 我这么大掌柜 我上天是偷水的呀 这么着 我不跟人家说是您的水 你 啊 具体怎么说 你就甭管我了 怎么样 我这心里都还 还是过一不去 我就觉得 你用这块饼就不行 你要是把这饼砸了 砸了 我以后这这井 我是让你翻译 我什么时候 你一跳一洗澡 早都行 别别别读这事 兄弟 我还吵出来 你也是实在人 你这截是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就打不开了 哎呀 那您说 我非得把这饼给砸了 哎 兄弟 咱们的交情不能断 不管是谁你让我用 还是不让我用 啊 咱也不管那饼是谁提 咱们哥们的交情将来还走着 我回去跟二爷山也在商业上 您看怎么样 叫这么着 董六把东西递上来 火车说 这东西我一样都不要 这有两瓶我们六比军的酒 这酒我收下 其他您都拿走 简短结束 掌柜的带着董六回到自个的家 回到家把二一三一都请来 上面这事可怎么办 火车心里过也不去 这节解不开 咱们这酒还怎么卖 而且说 您这样 您再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他哪怕少给咱们进点 咱再撑点浴泉山的水 出来 您看这样 我看不行了 这样出来它可能不是味 咱试试 第二天 到了郊安景 打了一车水 岛屿玄山也打了一车水 这两车水掺在了一块 搅在一起酿出了一锅酒 酒客来了 端情酒杯 来 各位 大嘎 吃点酒 听说这酒现在又不错了 喝好 啪 哎呦 这个味儿 当时的屋子那十月酒客 啪 把酒杯去睡了 七个嘎啥 把猪也猪了 钢也砸了 这个六鼻可就乱了套了 整个人在大石浪里 看一看 哎呦 这是怎么了 这 酒客们 骂咧咧咧咧咧的往外走 掌柜和伙计站在那一言不发 赵孙认 脸色苍白 哎呀 看来这扁 我非得烧了他不可 下回再说 谢谢